今天我们大家好,我是曼妮特凯拉萨的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圣尊尼西亚南达帕尔玛西沃上师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呢 尼西亚南达上师所教授的 有关臣服的讲解 臣服这个词汇呢 让很多人听到 就是尤其是我们有这个受害者情绪的时候 就会觉得 哇,我为什么要向人低头 这个难道不是对我的迫害吗 但是我们在神明面前呢 就是要臣服 在上师面前就是要臣服 在人生面前就是要臣服 那这个臣服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臣服的艺术 真正的臣服 surrender 真正的臣服是在神明的脚下 或在宇宙的脚下 献出你的思想身体和精神 平行宇宙协同触发 有意识的决定臣服 将触发你与Paramashiva的无上合一 协同平行宇宙的体验 这个Paramashiva就是宇宙意识源的意思 真正的臣服 纯真的臣服 纯真的臣服呢 纯真的臣服意味着你有一个彻底的想法 对于什么是臣服 你向谁臣服 之后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不这样做会发生什么 什么是正确的理解背景 一切的一切 与此对于交托自己臣服 会带来的任何转变 任何内心冲击 你没有任何的恐惧 关于臣服的真相 无知的臣服 意味着你不知道什么是臣服 你不知道你将向谁臣服 你不知道臣服之后会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不臣服之后会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不臣服会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臣服的本意只是以臣服的名义 推卸责任 这是无知的臣服 臣服的技巧 认识十种情况 让你在上师的极度真诚中融化 并臣服出你自己 15分钟的练习 例如确认你的工作面试 祝福你的孩子生日 了解你父母的健康情况 为你的签证制定选择 在新冠疫情期间建立多层隔离设施 提供免费的医疗保障 让你显化力量 从长期 悬而未决的反动模式 业力中治疗你 邀请你的孩子 并参与上师的圣童学校 建立凯拉萨丰富 你的印度教生活方式等等 所有这些情况呢 你要让自己呢 把自己放下 就是臣服在上师的脚下呢 做这个练习 看到呢 我怎么能够把自己所有的忧伤 或者是 对这个未知的恐惧或者担忧呢 把它放下 把所有一切都臣服在上师的脚下 这样让师傅呢 给我们显化 这样 PARMA使用我们三级课程呢 会在5月1号发生 一共是21天 大家也可以报名10天 或者是单天 也可以的 你可以来体验 这个课程呢 能够给我们最终极的超意识的觉醒 让我们体验和PARMA使用核一 就是宇宙意识源的核一 平行宇宙的穿越 强大的这个核一的体验 轻而易举的圆满 DNA的重组 永恒的喜悦和超能力 显化的突破 它是由呢 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圣尊尼西亚的 那PARMA使用上师亲自授课的 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 多少是积累来的福报才有机会 能够和阿凡达共度21天 这个给我们的灵魂 给我们的身心灵 给我们的现实的人生 能够带来的这个契机和转变 还有福报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课程感兴趣 可以跟马卡拉萨联系 我的微信是14595087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我们下期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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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